茶餐廳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佔一席位 每間餐廳總有他們的招牌菜式 今日的主角 不論你是早餐、午餐、晚餐 每樣食物都拿得出手 難怪是關注了上面 呼聲極高、好評不斷 很簡單來說 這裡裝修之前裝修了一個月 我們一個月都很痛苦 因為我們都在這裡附近 適合我們口味 所以是非常痛苦 所以我覺得只有這間 其實50元來計 這裡差不多是全區最便宜 其他有些六十多、七十多 以我們的打工仔來計 這裡就最適合我們 外面普遍都60、65 這裡便宜很多 像揚州炒飯一樣 這麼大碟都是38元 街坊價 等等 看片之前 記得Like、Comment、Share 以及Subscribe我們 還要按一下小鐘 這間餐廳我覺得什麼都好吃 我會選早餐沙爹牛肉麵 因為我很喜歡吃 那種醬汁 如果我回早的話 我每天都一定吃沙爹牛肉米粉 有分別 好吃很多 味道不同 而且我很少在外面吃沙爹牛 因為我知道我這裡好吃 如果我出去吃其他食物 我未必一定吃沙爹牛 我吃的沙爹牛肉 是真是罐頭 一個漿糊 牛肉是軟軟的 都不吃的 我的牛肉都不吃 只吃了麵 我叫我阿哥 我就是這裡做水巴 這裡也做了十年 營業時間是六點半 我回來做事是五點鐘 今天了 當然早了 六點半 六點半 是 就是我五點鐘回來 就愈鬆了一些 有時候可能之後 有些突發事會搞 可能有些爐壞了 你又要失去預算 做其他事情 準備要做茶 要煎一些扒 然後進去廚房 要煮一些薯菜的肉絲 做些沙爹牛肉 所有的東西都要負責 多數都是做這裏的街缸 是客人告訴我 華哥你 什麼關注組 有人稱讚你 我也很餓 受寵藥驚 華哥你看 這樣 就是這樣 而且這裡的客人 老人家多 就算好吃 他們都不懂得寫 我覺得自己覺得 OK 不是最難吃的那碗 七十分都有 沒有 一個星期大概是來五天 那是否來的 吃早餐大食 沙爹牛肉 多數都是 除了不舒服那天 因為這個沙爹牛肉 廚房的華哥 味道不是太濃 又不會太辣 入口是很好 我喜歡 這麼多年都有 喜歡在這裡吃沙爹牛肉 有否打算鑽一下 有空吃新的 不會的 五香肉燈 雪菜肉絲 我們不吃的 只吃這個 一個禮拜 中間應該有三到四天 沙爹的味道 濃一點 夠小的沙爹的味道 就是 牛肉又滑一點 爽一點 一向都吃這個 即是仔早餐的 就是來吃沙爹牛肉 真的不吃過 你覺得一碗好吃的沙爹牛肉 有甚麼調節 花生醬味 還有花生粒 又好吃一點 我覺得主要是 沙茶醬的味道 你不能用其他東西 蓋了那個味道 因為始終是沙爹 油 蒜蓉 乾蔥 我偏喜歡 放蒜蓉香 多一點 加點咖喱醬 調一調味 不要太多 多太多就會 搶好沙茶醬味 還有豆瓣醬 不大火 我不會剷那麼久 客人有時見到你剷得久 有時就焦了一些 黑色點 以為是昆蟲 那些東西 放一些糖 調味 有些味道 少少美極 有些酒 再加些沙醬 有些人喜歡 剛才橙醬時 加上花生醬 因為它是二焦 有些人喜歡 焦糖化的感覺 花生醬和芝麻醬 我會加多些 因為現在的客人 回來的反應 就是喜歡花生醬味香 即是濃 煮完了 最後再加多些花生粒 放進去 煮什麼份量 你便直接調 可能將來你去第二間 煮多些份量 你又要再調 不一定 不一定 可能這次看了資料 這些好像好吃些 調味得好 又轉一轉 又沒有什麼秘密 你便告訴你 不像有些店 說我爸爸傳下來 很神秘 我又沒有這些 我覺得是很普通的 都是當作煮給自己吃 就是這樣而已 我多驚訝你問我 有些奶茶怎樣怎樣 我不是那些 有什麼回甘 你不要問我這些 你當我是一個合格的 做水花 我那裏便說 你進來 想吃雞扒麵 我覺得可以 吃得完 我就可以 不要只說 這個好吃 這個不好吃 我又不想你進來 浪費了幾十元 喝兩口茶 很難喝 就走了 雖然是幾十元 我覺得 你不要浪費 我又做出來 我又不要浪費食物 Hello 我是Ken太 開了幾年 17年我們 頂回來接手到現在 4月重新裝修過 但是裝修其實都很大影響 因為現在你知道 每個人都喜歡乾淨 以前我們店舖真的很舊 你吃東西 你自己都想選一間乾淨的餐廳 我們自己都是這樣想 所以我們就決定 重新裝修去再做 多了很多年輕客 以前都不見那些 原來可能附近是很多 寫字樓 年輕客 一家大小 我有時聽到 很多在外面那幾條街 走進來吃 以前可能不會 只是做這條街 街坊生意 大家好 我叫Ken 大約2016 15年左右 我在附近上班 整天吃新超技 我每天都會吃 我覺得它的出品 是非常出色 就像我們小時候吃的味道 簡直是六七歲 年輕的時候 爸爸帶我們去吃的味道 後來我接受了這間餐廳 之後 我就認識了大佬文哥 都跟他聊過很多設計 請了他幾次都不肯過來 始終都是老一輩的長輩 就是比較重情重的 做開那間都不想走 後來他做開那間就沒有做了 我就終於都請到他過來 就好像留給請諸葛亮來幫忙 真是一個軍師真是很重要 我都請了他三年 終於都請到他過來 街坊就未必吃得出 有分別 在我做老闆的角度 這個大哥是真的有分別的 真的跟我想的東西是一樣 他有他的執著 做廚房是應該有廚房的執著 我又有我做老闆的執著 我對出品要求是極高的 有時他們慢一點 我也覺得不滿意 我們都合過很多廚房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吃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請文哥 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很正直 他不會做事隨便 他都對得住老闆 對得住客人 最重要就是對得住我們的客人 我叫張 你不是叫肥仔嗎 不用叫那些東西 我負責廚房管理所有食品的東西 你覺得自己煮的哪個食物是最好吃的 豉油雞 梅菜扣肉 肉餅 豉油雞最主要的滷水 和味道調得好 食材一定要漂亮 三斤重的雞 斬出來都是滑身一點的 做好的肉餅 最主要是半葵燒的豬肉 通常我的蒸肉餅是馬太 鹽糖味 雞粉 生粉 雞蛋 加點水都可以 這裡這樣 每天都10斤 最少都拿10斤 大約20至30個 梅菜扣肉 最主要是醬汁一定要靚 梅菜一定要鏟乾 才做到味道標準 洗到三四次 洗到停乾水 接著在鍋裡鏟乾身 通常吃梅菜有沒有什麼標準 沒有什麼標準 感覺上大約大粒 差不多 幼的頭也沒有那麼好吃 通常要切到這樣大塊 這裡是一份 這裡是一份 我們做這些扣肉 自己用心來做 做得最好 梅菜扣肉一定要夠軟身 咬到口 融化 正宗是梅菜扣肉 如果是外面的梅菜 一包一包 人家做好 那些好像肉片 我的扣肉 一定要年輕一點 男生老回來一定要漂亮 如果加入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 應該不難發現 有一位瘋狂粉絲 每隔幾天 就會在群組上 力讚渣華茶餅廳的各款美食 如果有心的人 都疑惑 怎麼說 他都不相信 我工作要到處去 所以我沒有固定去哪個地方吃東西 那天剛剛 在北角那裡 餐廳吃飯時間 所以我就隨便 找一間餐廳 就去了 渣華 第一次吃 那天的餐牌 不餐餐牌 其中的餐餐就是豉油雞 我第一次吃了一隻豉油雞 之後我就覺得 哇 非常好吃 但是因為是不第一次之後 我自己覺得 嘩 然後在天下第一間餐廳 然後我那一陣子就算不相信 我做完也都特意飛過去 北角那裡吃 那個豉油雞 它是剛剛蒸得剛剛好 火候的 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裡面的廚房 我師傅很厲害 它煎肉餅也是 不過火候剛剛好 它煎肉餅也有幾款 有肚肉 有梅菜 我記得 有鹹魚 我三款都會說 你最欣賞他們的哪款食物 它不是經常出的 什麼來的 梅菜扣肉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可能我自己本身口味重一點 它的味道就比較適合我一點 而且我喜歡吃梅菜 而且它很便宜 對比別人外面 真的便宜一點 肥膏位是有職容的 整個肥瘦相間 那個比例是不錯的 豉油雞 它的味道就集中 不是很鹹 還有甜味 好像冰糖的味道 但只是微亮 還有玫瑰露的味道 吃下去就很舒服 差不多是這個餐廳最好吃的 豉油雞 基本上隔幾天就吃一次 嫩一點 沒有外面那麼粗 肉嫩一點 豉油雞的價錢就合理 還有它的入味 豉油雞真的非常入味 它午餐有個蒸肉餅 也挺好吃的 OK的 肉餅很滑 非常有口感 它和我都是著重街坊小品 上班通常都辛苦 最重要是客人吃得飽 吃得開心 我們最想要的目的 你說要賺錢就必須圓日 賺一點點 就不用說要賺到盡 例如有時候我們動員不收三元 我們都因為想著幫打工仔省錢 你一天省三元 你一個月可以省到兩三個早餐錢 最重要就是做到經濟實惠 外面的餐廳可能是星期一 就是Z4是這樣 但是你們的日注 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 我先生也跟大哥說過 不想它那麼辛苦 因為其實很多餐廳 設定了七天都是吃那些食物 但是我們提議給大哥 大哥就說不想這樣 他不介意麻煩每天想 因為他每天拿東西新鮮 還有他晚上為什麼 那些推介都是下午才寫出來 因為他想每天用完新鮮 廚房的菜 那些肉 好像我們午市豉油雞 可能我們賣剩一點 那他晚上就會出了 晚市推介豉油雞 他要確保整天那個時候 是賣光的 既然他說他不怕辛苦 那我們就說 不要緊 照你這樣走 總之他做得舒服 不過那時候我們這樣想 就是想他簡單些 拿貨容易些 做得方便些 他說他不介意 所以大哥就好了 所以我都沒有吃 有時候我晚上回來幫忙 大哥會叫我不要吃 因為他只有幾份 你先賣去 那時候我晚上回來幫忙 我很多時候都吃不到 然後樓面就跟我說 你今晚不能吃 那我就不吃了 我們每天拿一條白線 賣二元到為止 保持白線新鮮 處理得好些 看白線大條小條 如果大條 起碼都五份至六份 小條到四份多 最主要湯 那時候 蓋了些磚 和曬乾淨 然後放些豆豉 那些醬汁 來蒸 一些粉絲 那些下去 好美的白線 一定要羊肝豆豉 才會維持 而肉要大牙 最主要控制那個火 蒸到七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聽說網上有些評論 你可能比較有態度 那你對於這件事 你其實怎樣看 即是說我喘 其實我跟很多客人很好 我其實一點都不喘 我亦都不是對人 即是我們做飲食 你知道 對很多客人 那些人好像是 專門跟你吵架 其實如果我覺得 來吃過東西 熟悉的街坊 很多客人 其實知我不是喘 但是如果那些不適合的 我真的會出聲 是啊 我也要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們 我會做那個 小吃小吃比較好 好 沉靜 有 方女 Roma